OK,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看女路了 OK,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戴毅老師 來為我們分享一下 進入到他所念的科系的一個門檻 就是台灣流行音樂學校其實越來越多 很多學生對於要怎麼進入到這些 流行音樂學校的科系的一些管道還有方法 比較陌生一點 那我們今天請戴毅老師來為我們講解一下 戴毅老師是畢業於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然後我是主修錄音工程 學生會比較好奇就是 如果想去念,比方說像你們學校也有爵士鼓科系 對,也有演奏科 對,要怎麼進去這個 我那時候考進去的話也是一樣用讀照的方式 會有指定曲 指定曲學校就給你兩張演奏小鼓的譜 行軍鼓那種小鼓的譜 然後你可以自選一首自選曲 就是你自己喜歡的歌,你喜歡的曲風都可以 那就是也是四譜也是蠻重要的 對,四譜超級重要的 台灣的大學跟國外大學比較大的差異就是 都會要多念語言的一些考試嘛 不是每個人都去念國外的學校 對,那當然台灣的一些流行音樂學校也非常的不錯 因為我是主修錄音工程 然後所以會學到跟以往 完完全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可能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小鮮老師有給我摸過就是鼓主的麥克風 但是 所以我才對對才有興趣 麥克風超爛的 但是進了科系之後就會 你會摸到更多,不是只有爵士鼓 你可能要摸到大提琴 然後你要錄大提琴,你要錄鋼琴 你要錄各式各樣的樂器 然後去了解麥克風的特性 然後跟很多支麥克風 然後去怎麼錄整個樂團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最重要還有我們錄完音 然後可能還會學到混音 然後像我的主修還會學到PA 我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是去劇場當PA 欸不錯啊 所以去當劇場當PA 然後所以學到的東西其實更多 就是很多 就是不是只有 你是說到實戰上面嗎 還是在音樂學校裡面 對,在音樂學校學到的東西很多 就是不只於只有打鼓的部分 然後我也學到了錄音 然後混音 然後PA也有學到 PA系統 怎麼架設跟怎麼去控都有學到 所以就是我學到的東西更廣泛 然後讓我去 像我現在就自己 我們現在就來這邊教 然後我可以直接幫學生錄音 對對對 可以直接幫學生錄音 然後我可以直接回家帶一家混 然後跟我開始自己摸索 然後我也自己回家剪片 幫學生做影片什麼的 對 就是全部都 就可以自己打鼓 一條龍了 自己念的科系 好像不是爵士鼓系 怎麼會想延續爵士鼓這項 教學的熱忱 就是愛打鼓 就是愛打鼓 是不是 就是愛打鼓 就是 所以戴老師剛剛說 就是愛打鼓 就是一個熱忱 大學這四年 我雖然主舊錄音工程 但是 就是打鼓是從來沒剪斷 就是有玩樂團 然後 一樣樂團 然後跟樂團出去表演 我有看過你在一個跨年 對台南的跨年 對啊 超大的 在大學期間 想要進入流行音樂學校 你說學科也有時候要看了嗎 對不對 對要看每間學校的簡章 跟每年的簡章其實都不一樣 但也不一定是獨招 大部分都是獨招 大部分都是獨招 但是也要去看一下簡章 因為每年都會有更新 像我這一屆跟我下面學弟妹 就 不一樣 對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了 就才一屆就不一樣了 所以簡章要看清楚 簡章要看清楚 就看簡章 然後發現自己不足的地方 趕快去補 對 對我那時候就是 有在練士譜 但是也沒有 還是蠻慘的 呃 戴老師算是蠻厲害的一個老師 然後在教學上 其實錄音上 尤其是錄音上 如果大家有錄音上的問題 也可以問戴老師 那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新的熱窩的 那個鼓房 都一定會加麥克風 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都可以 趁機問一下 不要怕打壞我的麥克風 因為我麥克風 帶的是用比較便宜的 哈哈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就是邀請到我們戴老師 擺盲之鐘 然後來幫我們錄這段 我就為 每個想要進入 流行音樂學校的學生 一個 一個很棒的 一個建議 OK 那我們是熱窩音樂 戴一老師 小憲老師 感謝各位收看 感謝各位收看